小金人居然偷走了太阳 把天空变成了黑色 塔尔塔罗斯大叫一声之后 蔚蓝的天空立刻就变成了黑夜 没想到他又趁赛罗奥特曼不在的时候 跑来搞破坏 唐三和其他小伙伴只好赶紧逃跑 寻找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再想办法 怎么办 唐三哥哥 怎么办 你们先别着急 我记得奥特之王曾经说过 如果这个星球再次遇到危险 就可以去找到他留下来的奥特勋章 向奥王星球发射信号 就能成功召唤奥特之王了 大家马上前往奥特勋章的埋藏地点 就在这棵与众不同的大树下 唐三哥哥 你确定奥特勋章是藏在这里的吗 不会搞错了吧 当然确定了 我之前做梦梦到了赛罗奥特曼 他在梦里面告诉我的 肯定就是藏在这底下 糟糕了 埋在泥土里面太久了 奥特勋章已经没有能量了 这该怎么办 我们把光传书给他试试看吧 在大家的骑行协力之下 成功为奥特勋章注入了光的力量 一道红色光线从勋章发出 光柱直接发射到了奥王星球上 小伙伴们成功了 奥特之王就像个圣诞老人一样 骑着一台自行车 从奥王星上飞了下来 对不起啊 孩子们 我来晚了 你们不用担心 我现在马上就去对付 塔尔塔罗斯那家伙 接下来就请欣赏我精彩的表演吧 让你们看看 作为神秘寺奥中 实力最强的奥特曼 究竟有多厉害 哎呀 不好意思 今天没吃早餐 肚子有点饿了 没事你们不用扶我 我没事 我真是笨哪 居然忘记了自己会飞 还骑什么自行车呀 奥王先是飞到了广场的上空观察一下 发现小金人居然把自己的雕像 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饮料瓶子 奥王非常生气 马上就要和塔尔塔罗斯展开决战 奥特老王你个手下败将 怎么现在才来呀 我都等你很久了 放马过来吧 塔尔塔罗斯 你别太得意 我要让你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奥王利用他的奥特勋章释放出蓝色的光芒 对抗塔尔塔罗斯的绿色破坏光线 奥王凭着强大的信念和正义的力量 将小金人塔尔塔罗斯彻底击败 还顺便把他变成了一只猪 然后奥王又把这个饮料瓶子拆掉 把他原来帅气的雕像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恢复天空 奥王用他的王者闪光技能朝着天空发射 立刻就变回了晴天 太阳也回来了 来来来 一二三茄子 笑一个吧 我会把你们拍得和奥王一样帅气的 只要我们坚持正义和善良 团结一心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我会把你们拍得和善良